拜登政府指控有足够且可靠的证据显示 俄罗斯已经派遣特工进入乌克兰东部制造事端 作为总统普钦下令出兵乌克兰的借口 白宫发言人萨奇表示 情报评估俄国可能在1月中到2月中采取军事行动 萨奇指出俄国在国营媒体和社群网站上 捏造乌克兰挑衅宣扬爱国主义 以在国内争取入侵乌克兰的支持 社群网站上相关的俄文假讯息 12月平均每天有3500则 是11月的两倍 从日内瓦到布鲁塞尔到维也纳 为了为可能的冲突降温 美国和欧洲国家这星期才和俄罗斯坐下来谈 但不管是要俄罗斯撤离乌克兰边境的10万名俄军 或者是要北约撤离东欧都没有进展 美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公开俄国惯用伎俩 就是希望避免莫斯科重演2014年入侵克里尼亚的剧本 美方认为选择外交途径的时间和空间仍然存在 就看普京如何选择 美国会持续协助乌克兰维持自我防卫 并且再提醒俄罗斯 挥军乌克兰将面临比2014年还要严重的后果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